东晋之两个酒鬼的爱恨羞涩 司马耀跟登基石非常有报复 后来就请你 而张贵人因为容貌娇美 天卑不醉 所以司马耀专宠他 我劝皇上要雨露君臻 这皇上就宠我 这宠我 虽然张贵人在宫里横行霸道 大家都想害怕他 但司马耀却对他更加烫爱 我的女人 教纵你点怎么 可后来 张贵人逐渐容颜衰老 司马耀也开始冷淡他 此次张贵人和司马耀在玉花园喝酒 两人都明明大罪 买分 皇上 你来吧 不要去找年轻朋友们小姐姐谈恋爱 张贵人气愤至极 作业难眠 最后趁司马耀睡觉时 用被子把他捂死了 宠我生命 远离酒鬼